现在就示范 阳尾枣穴的止压方式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先加强它的肺部 肺功能的肺筋的疏通 那么现在就示范中腹 中腹穴是肺的木穴 也是肺筋的一个开关 中腹穴然后就是鱼门 然后是天腹穴 然后是霞白穴 中腹穴门天腹霞白 这四个穴位呢 也是肺筋呢最容易阻塞气带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是循着胸部而下 到旗下三寸四个指头 关元穴也就是俗称的丹田穴 然后就补气 补它两三分钟 然后就循着腿而下 到达他的脚底的圣经的起点 永泉的穴位 永泉穴呢 也是圣之母 我们也是要补气 也是止压食 也是两三分钟 按住不要动 然后循着他的圣经 而上 到了三阴交 三阴交 也是皮 肝 肾 三个经络 所交汇的地方 也是在脚弯四个指头 三寸的地方 在骨头的旁边 然后循着而上 到了脾经的血海的穴位 然后到了他的肝经的阴瓶穴 阴灵穴 然后圣经的腹海穴 腹中穴 现在呢就释放 如何的止压 我们先从背经的中腹穴 中腹是灰的木穴 我们要多多止压几次 中腹穴的止压 一秒 两秒 放 一秒 两秒 放 然后是云门的穴位 中腹云门呢 在胸部呢 乘15度角 才能止压得到 如果你摸起来有硬块 有痛点 那就是穴道要住了 要准了 然后也是一秒 两秒 放 一秒 两秒 放 然后到了手背部的天腐穴位 也是用穴细的方式 一秒 两秒 放 一秒 两秒 放 然后到了狭白的穴位 一秒 两秒 放 一秒 两秒 放 废金呢 最容易阻塞的穴位呢 就是中腹 云门 天腐 狭白 四个穴位 然后呢 就寻找到到旗下三寸的官员的穴位 也就是俗称的丹田穴位 也是补它的丹田气 也是按着 就是不要动了 补气的时候呢 可以补它两分钟三分钟 假如时间充裕的话呢 你也可以多补几分钟 丹田气呢 很重要 它也会 直接就上了我们的肚脉 从百会交界呢 只有一个小抽篇 然后 我们寻找腿部而下 到了 圣经的起点 也就是 永泉穴 永泉穴呢 是肾之母 我们也是补它的肾气 也是按着它 就不要动了 也可以多按几分钟 效果要是想好的话呢 你就按得越久 效果是越好 早上起来呢 那么 也可以多多晒晒朝阳 踩踩地气 从这个永泉穴呢 就 吸气进来 然后我们就 循着它腿而上 循着它的腿而上 到了三阴交的穴位 我们也是 三阴交呢 也是脾经 肝经 圣经交会的地方 我们也是 多指要几次 一秒 两秒 放 一秒 两秒 放 一秒 两秒 放 然后到了 脾经的 血海的穴位 也是用 泻气的方法 来疏通它 一秒 两秒 放 一秒 两秒 放 然后来到 干净的 阴瓶穴 也是用 泻气的方式 一秒 两秒 放 然后到了 它的阴延穴 一秒 两秒 放 一秒 两秒 放 然后 我们再加强 它的圣经 圣经的 阴海 阴中穴 也是用 子压的方式 一秒 两秒 放 一秒 两秒 放 到阴中穴 一秒 两秒 放 一秒 两秒 放 然后呢 上最后呢 就上头顶 补它 的摆肺的穴位 摆肺穴呢 就两耳 之间的交叉的地方 那一点就是摆肺穴位 然后灌它去 不要动 按住它的摆肺点 就不要动了 能补多久 就补多久 那么 被子压的人呢 最好是 把应链 然后就集中在 官员的穴位 以上呢 就是呢 阳尾沼穴呢 释放的子压动作